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赛事直播 我是王瑞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为您介绍 湖盘杯世界女子围棋争霸赛 以及王中王赛这两项比赛 那么今天我们是请到了 王浩阳老师 拉德远博士 浩阳老师好 王老师好 各位观众下午好 那么今天也是湖盘杯第五局的比赛了 这个对我们中国队先锋吴一鸣 已经是连胜了四盘 今天是在冲击五连胜 所以这几天说实话 我们中国齐民都是为小魔女 她像名头已经叫响了 小魔女吴一鸣在加油助威 那么今天她的对手 来自日本队的谢一鸣起端 这真的是一个女王级别的人物 女王级别 很硬 这个对手 非常强 谢一鸣 我觉得在中日韩 这女子旗戒当中能被称为女王的 还有我们这个余智颖女王 吹金吹女王 谢一鸣就是谢女王 是吗 对 她还有女王这个称号 绝对是有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中国队的比赛现场 渠州 渠州的国际会议交流中心 这个15岁的吴一鸣 因为网名那叫做小魔女 而且特别契合是吧 现在感觉确实是要这个 有魔法 有魔法少女 前四盘棋 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对 最终都是能够把这个夺得胜利 对 是 在下这个胜利的果实 其实昨天那盘棋和韩国队的这个 徐瑞璇 对 这个韩国美女去手 徐瑞璇那盘棋 前半盘棋是挺吃紧的 对 但是后半盘真是真是不急不躁 慢慢等待时机 最终给搬回了一局 是 就是他昨天自己采访的时候也是说 他说知道自己不好 但是他也不着急 是 就慢慢来 对 我们现在看到是中国中方的研究室 所以这个王磊教练 昨天也是就要采访了 心情也感觉非常好 就是吴一鸣的成绩 已经超出了这个教练组的预期了 是的 确实是 这是周鸿瑜 这是后面的研究席 对 好 那么这个比赛也是中午1点钟开始落子的 我们先进入棋局好吧 好的 这盘棋吴一鸣又是黑棋 又猜到了黑棋 又是 连着第四盘黑棋了 猜到黑棋 其实 从我们比赛这种连续作战的情况下 感觉 其实心里还是暗示还是不错的 是吧 对 因为他就是连续猜到黑棋 然后连着赢 那就是说 感觉这次猜到黑棋 是不是还是可以赢 第一盘是白棋 心里暗示 但是他后面 他已经肯定已经忘记了第一盘了 就是说他最近的一直是黑棋 他肯定心里成安 今天等于是 薛一鸣走了一个错小木 白棋走了错小木 是 你看前面 前面有三盘黑棋 这个吴一鸣都是 这个 然后来 来这个 这个叫什么 歪霸子 歪霸子 歪霸子机枪 这个 对 就是这个叫做变形中国瘤 变形 变形中国瘤 对 和这个正规的中国瘤 稍微差一路 但是因为这个子 是这样的小木 对 所以还是 所以吴一鸣呢 也没有没守成规 对 没有接着下他的这个中国瘤了 变招了 对 采用了这个高挂 谢一鸣的话 就是他确实之前好像成绩非常好 最近好像是日本的年轻棋手 是不是起来了 对 谢一鸣 对 谢一鸣应该是在他最强的时候 其实谢一鸣要说起来也是 他说我们中国台湾棋手 这个旅日的 他也是 应该也是 他也有一个外号叫小魔女 也小魔女 对 他也曾经的年轻的时候 也被叫做小魔女 而且你看他名字也很像 吴一鸣 谢一鸣 是吧 所以 因为他的经历也很传奇 也很传奇 对 因为那时候 这个 这个台湾也拍过他的纪录片 就从小坐在他爸爸 他是出生在 中国台湾苗栗市 所以要到台北学期 还是有一段路程的 他爸爸就开车 载着他 他就在后面 小嘛 几岁就在后面睡觉 就一个多小时 每周可能让往返 往返路上就两三个小时 就这么坚持学习 最后到日本 他到日本之后 他14岁入段 当时就是日本 就是打破了这个日本入段的最低年龄 就非常强 而且好像是跟 对 然后到目前为止 他是拿过27个冠军 也是日本的就是历史上女子第一 最高的一位棋手 最高的一位棋手 对 没有人超过他 能拿到27个冠军 确实 太强了 对 好像你说日本男子 好像就是原来感觉 就是大家可能 比如说霸主地位 好像就比如说警察玉太 或者之前的 就好像女子 好像确实没有 是吧 就之前没有感觉到 说是谁 对啊 所以谢一鸣 他其实是当时说是 应该建立了 他自己的一个王朝 确实 所以为什么叫女王呢 后来因为这个李蔡 腾泽李蔡 他最强的时候是女子 日本女子名人九连霸 这个谢一鸣 就是他最巅峰的时期 后来被这个腾泽李蔡 这个挑战成功 后来这个女子名人 现在一直是 李蔡好像一直在连霸 好像还没有驿主过 还在连霸 他们这个就喜欢连霸 这样的一个交替 确实 那确实是女王 绝对是女王 但是你看 虽然说最近这个日本是 这个腾泽李蔡和上野阿肖美 这个后起之秀起来了 但是他前不久 在这个上岗杯 世界女子 这个一个锦标赛上 谢女王 还是赢了崔女王 确实 在这个时候 能战胜崔金的棋手 就是很不容易 对 所以他应该还一直是在一线 还是在一线当中的 虽然没有说前些年那么的辉煌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强大的 今天我们的小魔女不好下 是的 对她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考验 我觉得 对 这个棋黑气实战小魔女 直接持一手下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肯定是没有任何研究的 但是我好像听我的学生们说过 这个棋AI的选择是在这的 就是我以为就 这个是最常见的效果 对 其实也不见得一定差 就是说 但是好像是说这个其实是效率更高一些 就是它 像对这边来说 它认为也是柴边 然后对这个角上还保护的好一些 就是这个意思 将来呢 它虽然这里有打入 可能它就是 期待就是将来可能直接跳在这个位置 让这里的效率变得更高 是的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图 走在这里 应该是这种个意图 因为走在这的话 你要再走这个 其实看上去就无所谓 如果已经是扩张的话 这个确实是好像往这边放一路更好 但是究竟是这个多一路还是多两路 还是怎么样来围 这个好像就很难量化 很难 很难量化 如果是AI这样子指出来一条路呢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AI它每次验算 它其实它的这个背后数据是上百万次的这种实战对局 是的 这个量级是我们人类骑手局很难企及的 所以它既然它推荐 可能确实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有参考价值 那么实战等于走到这以后 白棋又脱先了 白棋没有在这里再下棋了 选择了点三三 对 还是 从目前来看感觉薛一鸣 咱们这个谢女王今天的战法 好像是先捞后鞋 这先得一个脚 这再把一个脚点了 对 就让你这个黑棋围成大模样 实战这个棋黑的挡这边 挡这边的方向感觉上不错 感觉上不错 就是说 其实大家觉得好像挡这边 你是不是我这边有潜力 你把白的放到自己潜力这边 但其实不然 就是它挡这边 反而它的方向是要下这边 声东击西 对它反正 它反而就是 对 它是要往这边下的 它是要飞这个 就是挡这边 其实是可以调转方向 对 然后挡 然后白棋扳 然后黑棋扳这个 它是其实要转到这边来的 是 那么现在因为黑棋 白棋现在只有顶了班 白棋如果现在拖一个 我们这个米式飞刀 知道这现在黑棋 这边已经有子了 这个棋 蒸紫 蒸紫的话 应该是这个不利 所以说米式飞刀就不能成立 黑棋 白棋现在下 这个棋 这是著名的我们米式飞刀 尝一个 这是新的这个AI时代的难解定势 难解 难解 太难了 就这个棋 这个棋是一个米式飞刀的一个圆形 然后这个时候黑棋 就可以断掉你 可以断掉你 然后呢 你打持 跑 然后长 黑的跳一个 这样你这三个 我由于这已经有子了 你蒸不掉我 那现在你蒸不掉我 你这个地方 这两个字马上就死了 你要出去的话 这一虎 你这个脚上也是不行了 所以蒸紫不利的时候 这个白棋是不能下的 这个棋 就蒸紫不利的话就不要拖是吧 对就不要拖 对 蒸紫不利的话你拖是不成立的 应该说是 所以说现在的话 那个不能拖 白棋就正常就是顶了扳了 顶了扳 然后黑棋扳这个 它的意图还是要转到这边 那么现在白棋你说 你要转在这儿 我不让你转 我如果打了虎在这儿 你说行 也行 也不是不行 但是呢 下成这个局部的话 就目前这个局 右上角这个局部 黑棋便宜了 就局部得失肯定是黑棋便宜了 如果你白棋强行要出头的话 你要强行出头 局部肯定白棋 那么黑棋 对 黑棋也有收获 对 那就是说这个出头 白棋也有的场合可以这样选 就是黑棋这边已经很厚的情况下 就如果你再让黑棋从这下来 可能这就是拭目了 就是实地了 相当于这个对白棋来说是一个场合定式 基本上是场合定式 局部来说是要烧亏的 除非你就是认为这个头非常重要 对 你认为非常重要 重要的你已经不计较这个局部的得失的话 那么你就出来 那实战的话呢 还是没有必要 他认为没必要 没必要 然后像成这样 这样的话呢 黑棋其实就是我们说 他其实还是为了这边 是 这样的话 倒是对于黑棋来说 也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比较满意的 因为这是他的一个构想图 对 因为白棋现在他这个棋 他吃这个应该是只能这样选 就是我们这个知道 我们还可以走这个 就可以吃这边 但吃这边呢 其实黑棋也达到目的 就是他也把方向转到了这边 他也是转到了这边 尤其是现在 争子还是黑棋有利 又来了一个争子 就是非 然后这个争子 现在好像 这没有看 肯定是争掉了 能争掉的话 那就是说白棋这个棋不行 这个局部就亏很多 是 正常如果不争掉呢 黑棋非在这 其实黑棋也达到了 就是说下到这个方向 现在能争掉的话 那白棋可能只能搬 但搬的话就是 黑棋和这边一配合作战 这白棋肯定不可取 实战 谢一鸣选择肯定也是正确的 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定势虽然多 但是白棋的下法看起来 好像也大致就是实战 对 大致就是这样 这一种 感觉上黑棋还是比较满意 好 接下来白棋是靠在这里 靠在这 靠在这 这真的是AI给的咱们的那个意见 而且非常多的人采纳了 这个真的之前是没 不可能往这下的 如果之前可能一般就是 挂脚 这里挂脚 或者再远一点挂 对 现在针对这个小木 很多时候都是直接 很多时候都是靠上来 就之前 就是说这种棋 之前没有想过 就没有想过它不行 就它不是它行 没有想过它可以这样下 就没有这根弦 但其实 现在它告诉你们 告诉我们了 这棋可以这么下 然后突然我们一想 好像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的 确实是这样的 就突然感觉到 就是黑棋实战这样扳 然后白棋反扳 然后黑棋打持 接住 然后接住 走这个 退一个 然后白棋 拆一个 这实战下是这样 对 那么其实我们就 按我们人类的方法 怎么判断得失 就用来 就手割 应该是一个 最直接的方法 那么我们手割一下 就是说 现在等于这样 这个样子 相当于 我小飞挂 你尖顶 我长 然后你想尖一个 我压一个 你退一个 我拆一个 这样大家看 如果是这样手割的话 白棋 是不是很舒服 应该说 就非常非常满意了 应该说 就黑棋本身 尖顶了一尖 这个棋本来就不太好 方向就有点 方向就不好 然后局部感觉也亏了 就本来如果小飞挂 黑棋肯定这个时候 如果你现在小飞挂 我认为黑棋 肯定会夹击你 这个棋 因为你飞 我就爬 因为你这边正好已经 等着它了 对 有一股浮兵了 对 等着它了 对吧 我就爬过来 无所谓的 这地方我没有任何影响 这边夹着你 你还没活 对吧 你本身小飞挂 肯定应该夹击 结果黑棋等于 它没夹击 稍微偏软一些 对 这个棋本来 你要说坚顶的单跳 局部可能 局部来说还可以 但肯定不如家机好 但局部来说 只有你还尖了一个 然后被我一压 然后你再推 那么黑棋又亏了 对 这里黑棋 稍微感觉有点重复 对 你这个棋 从方向 从局部 这样手割下来的话 黑棋都亏了 但唯一白棋 走了下这个 这个 虽然是先手交换 但是这个自撞一气 自撞一气 这一气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对 如果没有这个 那黑的就没法看了 但这一下 其实是爆损的 这个损失很大 损失很大 不仅是一气 而包括下面这些 对 所谓的就先手 对 这个棋你立完一跳 这个地方 它都是软的 是 你现在挤过之后 这个立 你八成是不会立你了 就你现在 你别说立了 你搬是不是先手 你还得考虑考虑 所以说 你这一下 肯定还是非常亏的 这几一下 那也是黑棋 他愿意选择 这个变化的原因 对 就是看中了你 这一 多一几 对 其实就是我们 上面看 本来方向和局部 都是黑棋亏的 但是白棋 由于挤了一下 可能双方也就达成了 一个和平的解决 的一个情况 这也是AI 给我们推荐的 我们后来想 确实有这个道理 就只是这亏了一下 这别的地方 都还是可以的 对 接下来黑棋是挂脚了 这一袋就 暂时就搁置了 这个力三拆三的 这个形状 其实还是有点薄 就你要是想活 可能能活 比如说你打入 打入 我不能尖你这个地方 尖被你冲撞 你现在白黑棋 如果打入 我肯定 我还是靠住你 比如说你如果 这种钉一个的话 我应该是不能杀你的 应该是吃不掉 我应该杀不了 杀不了 对我大概 我可能就退一个 然后黑棋搬过 白棋在中间 在这种什么地方 再走一个 补一手 对 这样的话呢 黑棋实地 确实得了一些 得了这些木树 对吧 然后把白棋的木树 破了一些 但是呢 白棋走在中间呢 黑棋就这一块 现在可能 有可能要搁进去 就是说 它现在变薄了 白棋中间 怎是多了 这个断点就 隐隐约约的出现了 马丁就有断点了 然后就算不断呢 它将来比如说 点了之后 这种过来 其实你这块棋 可能隐隐约约 也会有一些担心 所以说你现在 捞这个木树 和白的往中间交换 便不便宜 是不一定 对 如果不交换的话 这边黑棋 其实是有很多先手 对 不交换的话呢 因为这个地方 就是首先 你断我应该是不太行 我可以靠啊 这种棋 如果你这样呢 我可以出头 就是说 应该黑棋 这块棋肯定是 不是很怕 对 所以黑棋 其实也是着眼于全局 对 没有贪图 这个局部的实地 对 因为黑棋 如果这块棋 将来走后了 那么它打入进来 就还可以了 白棋坚定 还是很执着的捞木 这个 确实 应该这个黑棋 这个角连边 如果都成为实控的话 也不少 30多木齐 如果全是实控 但是实控肯定还是白的多 就是你这30木 肯定不够赢啊 我这14木 这是1木25 我已经30多 还下这块棋 就是肯定黑棋 现在是 你看它还是走在这个位置 就是它这个地方 这个拆和这个 应该是一个组合权 就属于这两个 就是说 是不能离开彼此 这两个 就是你拆到这儿 其实下一手 就是要继续扩张 对 如果你将来是 在维护栏 你就 失去这个 对 失去这个 失去这个 给我们推荐的这部棋子 这个想法了 对 要扩张 是要扩张的 现在白棋点 点应该是一个适应手 也是问问你啊 问问你 看你沾不沾 其实沾上 沾上是不是很不肯 其实啊 沾上也没啥 但是呢 就是不肯 就是很多时候啊 就是类似这种形状 就是看到对手一点 我看棋补中 大多数都不沾 90%都不会沾 都不会沾 或者飞啊 或者什么外面去 这个反点啊 对对对 好像就不愿意沾 就不愿意沾 就是这个棋就说不好 就还是要根据判断 你自己去判断 就是你 你反击是不是便宜 就你反击如果不便宜 那就沾上 其实 想开一点 有啥呢 就是他本来你还有个断 结果他帮你把这个断点补上了 就多了一个这个字 他其实能便宜到什么呢 他其实也没有什么便宜 而且现在这个 这个次和有的时候不太一样 有的时候黑棋是一个模样 它是个模样 对 比如说这边是黑子 对 这边有配合 你点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浅销模样 对 然后把黑棋他不愿意 他也不愿意 他要反击 但现在这个情况 这边可能 现在目前还看不到有什么模样 反正这些我下午 我感觉就沾上了 说实话 我觉得要我下午 这时候可以考虑沾 我觉得可以考虑沾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吴一鸣 他还是 反击 反击的 就是反击这部棋 斗志很旺盛 对 便宜 不便宜 不好说 对 不好说 其实 一个心情 主要是一个心情 下棋有的时候就下一个心情 其实 我觉得现在因为已经前面有四连胜 打底了 现在心情应该是很轻 比较轻松的 比较轻松 你看 应该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昨天采访的时候 他也觉得 他也说 我就很轻松的下 就很轻松 我知道落后 但我也很轻松 然后最后就等到了对手的失误 对 这个下棋 心态也很关键 是 黑棋走这个 就是说黑棋这个反击和这部棋 也是一个组合拳 就是这个和这个是组合拳 这个和这个也是组合拳 如果你走完这个 你要是再下去 那你这一下就不太对了 对 你这种棋的价值是 就打个问号 是 所以说他要求就是 我这出头 这也出头 我希望让你这个子 就搁进去 对 那么就是我把这手棋省掉了 我的效率就提高了 就这样的是一个组合拳 他有的时候他不往这边走 他直接往这边拆 对 但是现在这个白棋 这边有子 他可能更重视这三个 所以说他先走在这边 这两个也是一个组合拳 实战 掉一个 这个悬点还颇有意思 这个掉一下是什么 就便宜一下 减销一下 就是让黑棋围住 让黑棋围住 肯不肯呢 就反正 我要下棋 我应该不肯 说实话 这个棋 就是 你这样 如果看一下 那我们等于就是说 黑棋本来围这个 就围这个跟围这个 就看一路之差 但其实差不了太多 说实话差不了太多 那么等于我围了之后 等于你这走了一个 和我这交换一个 你这两个交换 这白棋不是大亏 肯定是亏了呀 而且他掉一个 黑棋 如果就围上 是不是也放心了 放心了呀 黑棋肯定是放心了 本来这个 说实话 这个间距 还是宽了一点 其实直接打住 我觉得也不会死 我觉得其实也不会死 就是如果真的要打入的话 也不会死 你要 或者将来你要 对对对 这种也可以考虑 就黑棋扩张归扩张 但是其实 其实应该黑棋也明白 这块空 人家真打进来 你不见得能吃得掉 对 你要明白 就是说你是扩张了 但人家要进来 你要非得吃人家 是吃不掉的 他真打进来 可能你通过攻击 从别的方面去获利 等于把这个 你的实力是通过一些 这个方法转化出去 对 转化出去 对 不是说你一扩张 这就是你的扩张 对 但是这个白棋 现在来浅销的话 确实压缩了黑棋 压缩了黑棋 那将来呢 也是有一些借用 借用基本上 就是这个 这个平衡怎么保持 对 就是主要是你掉一下 这个意义 是不是真的很大 就是因为你掉一下之后 比如说就是黑棋将来 我比如说我过来 我起来以后 你这个子 其实你掉一下 你如果可能还是死了的话 那你跟没掉没有区别 对 其实说不定你本来 把一些这种手段 就还浪费了 对 因为交换之后 就没有这些手段 是 我觉得这个掉一下 应该还是不是很便宜 对 可能是有点略有疑问 然后掉完再跳 掉完跳了一个 掉完再跳 等于相当于 还是花了一首旗 那应该 就是这个掉 咱们我觉得不好说 但这个如果掉完了跳 那就好说了 这个旗 那这个旗肯定就亏了 是吧 对 这里等于是花了一招旗 花了一招旗 然后没 实际上没有旗 没有真正的破扣 你可能还送了点扣 对 这两首旗太缓了 这两首旗太缓了 黑棋挤 挺机敏的 马上问一下 挤 要你问你怎么下 沾还是活 挤 他可能就想这多个力 他这边可能就保险了 一般还是要糊起来 是吧 一般还是 把这个头变得硬一些 但是糊的话 他把 你看黑棋马上就把这里 把这个先手兑换掉了 打掉 然后还飞下来了 还是飞下来 还是飞下来 那你当时他挤的时候 白棋如果沾的话 他可能就靠下来了 是吧 对 他就靠下来了 是 这样飞下来 这差不多吧 好像也差不多 飞下来 飞下来 有没有这种棋啊 点在这儿 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 你当然这个如果成立的话 更紧凑是吧 就是 我是这样判断的 我觉得就是白棋 如果你让它从这出来 其实也没什么 因为白棋 你从这出来以后 是它被这连后了 但是它的效率 其实很低 如果你通过让它出来 你这顺势把这块空 形成了实地 你比如说 如果你走这个 是吧 我跟着你走 然后你走 对吧 那我就跟着你下 我就跟着你走 或者甚至这种棋 有没有可能 或者这种连扳 就是有没有可能 就是我这个 因为我这个虎 是先手 对 就是这点 还有 我有这个爬 要求爬过的棋 就这棋 我希望的是 让白棋跟我交换 把这块围上 它这出来投 无所谓的 因为这连上 这个也没关系 我这个通过力 这个地方应该没有 什么太大的棋了 这个点如果能成立 是不是会更紧凑一点 有可能 感觉飞一个的话 其实这几一堆 就不见得便宜了 因为你本来单飞下来 你也可以直接点进来的 你这几一堆 把白棋传撞后了 将来呢 你也就是尖一个先手 所以你就尖一个先手 等于这个地方 本来 就是点到这儿 如果说白棋 这边不硬的话 你可能是将来贴住了 对 这样的效率肯定是比 要紧凑一些 对 更紧凑 有没有可能 我是感觉 如果它飞呢 它如果飞这个呢 飞一个 其实我就跟着你下 始终是将来有运患 对 我马上 不是 马上 马上就要爬出来 对 我现在 你不走 我就爬过来 主要是这边这一冲掉以后 打过来 这个脚上 对 你还没活 还没活 这个有点严厉 我就跟着你下 对 其实就是把这个出头看清 对 我是想把这个出头看清 它飞一个的话 它还是 就是说 想把这块棋控制住 将来 照顾中央 对 对 现在白棋打入 打入 白棋这块应该不能给你再围住了 大飞 这个小魔女 这个棋 就是AI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说实话 就是我感觉 它可能还平常还用功 很用功 因为你想 像如果是谢一敏的话 她的成长的阶段 肯定是前AI时代 但是对吴一鸣来说 他就是入断前 就已经进入AI时代了 我觉得他这个上面的 就他的棋上的这个AI痕迹 可能会更重一些 很很 会肯定很重一些 就是我们看吴一鸣 这个谢一敏 他的棋 还是属于这种我们 传统 传统的那种本格派的这个下巴 谢一鸣是1989年出生 89年 对 89年出 所以还是 你想还没到90后 是 所以肯定是这个 他应该成长的时候 是刚刚 这个叫网络为其盛行的时候 他和陈阳业 他们是等于是一代人 陈阳业 陈阳业89年吧 对 其实跟我是一代人 跟你是一代人 对 对 你们都其实是 当时是受益于这个网棋 对 是吧 是 现在像吴一鸣 他们就是开始主要是练的是AI为其了 对 明显到感觉就是黑棋的这个棋型啊 就是更平衡于AI 就这种大飞啊 这种棋 在我们看来可能是 就我们第一感都是这个 嗯 这种 或者是就是这个也是AI 给我们的推荐的下巴 就是它这种棋 都是一个AI的明显的一个感觉 嗯 这个棋谱有点卡 有点卡 有点卡 我们现在黑棋 好了 好了 应该大飞完应该是会跳的吧 它是点在这里 点这个 嗯 其实这个中辅的攻防啊 就挺难的 我觉得 确实 嗯 不像边角 嗯 就是你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感觉 对对对吧 嗯 中辅其实是 比较难 比较难 嗯 他们说这叫什么高者在辅啊 高者在辅 高者在辅 它意思不是说你高者就是 你就是围中间 你就比我厉害 不是这个意思 好像高者在辅的意思是 它在中间的这种掌握 会比这个就是水平弱一点的呢 它会更准确 有可能 所以这叫高者在辅 因为其实边角 边角有很多这个参考 嗯 对吧 嗯 因为这个接触多 边界它有这种边线 有角线 所以你 可以变化相对少一些 对对对 是 呃 但是中辅这个 想要去死硬被就太难了 确实 这个 很多 其实 就是王老师玩过拼图吗 嗯 拼图 其实就是 就是边角好找啊 你中间不好找啊 就是一般拼起来 先从边角开始 对先走 看手边角开始拼 你看这个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是的 嗯 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个叫金角银边草鲁皮 其实说的是它脚步和这个边 嗯 特别好承控 对 是吧 对 这个是你要你一上来 要跟先站脚再站边 对 最后站中辅 对 其实这个AI也是认可的 也认可 你看AI也是现在 他说站控脚 是大于挂脚的 嗯 是的 没错 是吧 然后挂完脚 手脚挂脚 就大于站边的 对 嗯 对 但是你说的高者在辅 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 就是但是最后可能能够 决定胜负的时候 是吧 对 嗯 这个中辅是非常关键的 是的 这虚飘飘的这个棋 呵呵 不好评价 不好评价 嗯 这虚滑滑的搞不清 但是往往就这个时候啊 就这种中盘战斗的时候 就是 起手的水平就体现出来了 是 有的时候你好像下几步棋 发现这棋形式怎么就不太 就不太对了 跳出来 这个棋它飞一下之后 可能将来这个飞是一个棋形 嗯 这个飞 这个飞你可能得顶这个 嗯 对吧 这个棋你得顶这个 你要贴我一长 你顶这个 然后再靠出来 嗯 这个棋 你现在这两个是先手的 它这之前点一下就 显得非常的 对 睿直 早有准备了 嗯 因为飞也是一个棋形 嗯 然后可以再跳回来 嗯 这也是好点 其实这也是大飞之后的 有下一手 嗯 是的 大飞之后的这个 这个就这个跳和这个大飞 就像这两个 对 都是有关联的 和这两个 就像是双方都离不开的一个 其实 原生兄弟一样 对 黑旗下的 我觉得这旗下的很聪明 嗯 挺自然的 就今天 今天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小魔女啊 昨天看了一下咱们的这个直播讲解 看不到 看不到 对 可以回看 回看 直播肯定是不行 可以回看 可以回看 就是是不是 遭到了我的这个 对前面他的这个 如果订阅了我们 维系天员的公众号 可以回看 其实昨天我感觉 他如果看一眼 就是对他这个 我觉得帮助还是挺大 说实话 是吧 就是他在前面的这个 理解方面 其实这一段期 看上去就自然很多 黑旗 嗯 不过我觉得像他们 这个 因为不像 那个王磊教练 这个女队 都是在跟他在一个赛场 嗯 是 就下来之后 肯定会 大家会来交流一下 嗯 这个时候 集体的力量也很重要 跳出来之后 黑旗 点 点 那之后贴住 你看 他今天就 这个旗 我觉得这个贴很大 因为刚才说 这一飞 我感觉是一个 非常难受的 它很流畅是吧 流畅 嗯 自然 自然 这太厉害了 他15岁啊 15岁 嗯 爬一个 爬一个 这个 这个 谢女王 真的 是不是 这个 捞得很了 不是 不是 捞 这个旗 肯定不能被黑的拐 嗯 但是我觉得捞 应该捞在这 嗯 我感觉 嗯 捞在这 你如果跳的话 我这步骑的目数 肯定比这要 好得多的多 他莫非是怕 飞的时候 黑旗脱线吗 就是你脱线 其实我爬在这 跟飞没有区别 就是 你看我爬完 你就搬 搬你就搬住 其实也没什么用 我飞完之后 我飞出来 我可能还比爬还好点 说不定 其实就是你脱线 我应该就是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嗯 主要还是看 黑旗走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位置 可能会相对来说 就第一杆 我就感觉这个爬越慢 嗯 就这个爬对于这边来说 没有太多的一个帮助 主要是 那就不如这个 肚子迈的更快一点 对对 这个速度明显是快一些 速度明显是快一些 只要你一走 那么实战这个 吴一鸣 他跟着你一下 他其实这个心 马上还要虎下去 对 虎下去还是好行 还是好行 你如果再走 你要再走 那就是 慢了 慢了 就明显就慢了 它是长的 爬完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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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就是 确实是紧着黑旗的气了 对 紧着气了 对 但是这个现在 这个气 要不要紧 对 要不要紧 感觉还不是特别要紧 是吧 毕竟你是花两手气 感觉不是特别要紧 在这里又 花了一手气 有点慢 然后你看黑旗 黑旗吓得非常的轻快 对 不错 但是也不好说 这个旗 看到了昨天 许瑞旋的这个之后 我就发现 这个真的不好说 你说不好说 是说胜负不好说 不好说 对 就是现在感觉上 形势很不错 昨天看到这 可能觉得 哇塞 已经坏了 现在这个黑旗的 形势和昨天那盘旗 就许瑞旋的优势相比 我觉得昨天那盘 明显更大一些吧 对 那大多了 那个旗那是大多了 昨天那个能逆转回来 也是神奇 很神奇 有魔法 有魔法 施了魔法 震头 冲 挡住 拐 一步一个脚印 对 这个下的是 一步一个脚印 这个旗 黑旗肯定不会糊你 这个旗 因为虎背一打吃 显然这个旗行不好 它也没必要紧住白旗 这个旗 对 它是小尖的 对 对 下的比较灵活 不错 这代黑旗的联络 有没有什么 联络是有点问题 但是我这应该能回去 王老师 我这一大飞 我应该回去了 下面还有后门 对 我这有后门 到这里 它尖还是有点 尖有先手 尖肯定是先手 我这可以回去 你要组度我 我再补助 基本上你 你断开我 我就回去 虽然这个回去 看着好像不是特别 那个好 但是你断我 你也一定是单关 对 那么我走这也是可以 而且先问题是 白旗这一串 也要小心 是的 白旗这个眼位 白旗现在虎 虎一个 可以先手点一下 点了之后 尖了一个 这么细腻吗 然后再顶 为什么这么细腻呢 这不亏没结材吗 你绝保留一下是吧 对 这个没必要吧 白旗也没时间来腻收 是吧 不是 它这个尖 它是这个一坨 往往这是一个 很好的习惯 就是说 在我们这三个死之前 如果你什么都不走 就是你把这个黑旗 沾掉 走掉 打掉之后 那尖一下肯定是便宜了 对 但现在我这三个 它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你不可能全给我提起来 那么我这个尖 就现在就慢尖 对 没必要先尖掉 这其实除非是独秒了 应该不会吧 这才下到这 应该是 就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在弃死之前 我们能把便宜的 先都便宜掉 对 这是一个好习惯 但是现在好像不 就是没必要 交换掉 加 加一个也是一个 形状的感觉 对 也是在分段黑旗 沾上 在顶 一方面分段黑旗 同时自己也是 尋求一些眼味 是吧 这里有个靠 对 这是白旗旗行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翻一下 尖过 这一尖过是不是已经联络了 两边已经联络了 联络了 因为这个猴也是先手 对 你这个长是后手 这个长 我这个猴先手 你是下不去的 对 这个猴先手 下不去 这样子黑旗如果联络的话 那么全局就比较厚实了 对 是吧 但是黑白旗肯定会从这儿靠出来 冲击你的 它不可能让你把这个口封住 因为这里处理好了 那么全局黑旗就真的是彻底就厚实了 长 贴 斑 断 像这样 白旗这里有没有手段 看没什么手段 看上去 看上去应该没什么手段 没什么手段 如果这个地方能稳住 让白旗从这儿跑 然后黑旗开始收关 我觉得这个黑旗不错 黑旗不错 它是要长出来吗 不长出来打吃可就不便宜 不长出来打吃可能就不 这里尖 尖 什么意思 尖是什么意思 尖我如果 你不是说猴是先手吗 对 我如果就扳呢 莫非他准备把你这个猴当做后手 他有可能要给你转换是吗 对 是不是 有这个可能 真的有吗 主要是你如果直接搬过去时 你一时好像是有一点点问题 如果现在猴的话我打吃 打吃完了我这有一靠 等于我通过这个打吃 好像这靠完又打结 可能又打结 就你没办法现在 现在暂时来不及 来不及 如果尖的时候猴 白旗是有可能要立下来跟黑旗拼了 是吧 白旗这个旗 因为白旗这几手交换几个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他就本来想冲击一下这边 但好像被黑旗这样冷静一退 给化解了 就谢一鸣好像觉得得从这边冲击 现在这个黑旗确实这边不活 如果转换的话哪边大 还是上面大吧 说实话 如果你立我爬 你能吃掉我吗 关键是 这样他脚上其实是 死了 立你是点 不是你冲 我可以收气了 那已经死了 已经死 脚全死了 这能行吗 白旗 我深表怀疑 现在你有空吃吗 吃 先就吃 就吃 然后上面就这个死活 死活 能死吗 看不清 看不清 你要是吃小了 我是不是沾上 可以考虑给你了 你要吃在这外边 我这个先手 我这一顶 我感觉 不太好杀的样子 不好杀 对 你要走底下 我沾 比如说我吃在这 我顶这个 我这个 这个是先手 黑旗只要是 折腾出一个截火 截火 肯定 对 因为这脚已经全死了 截火就可战 除非是净死 对 但是这个 这个也确实要算 要进行计算 这个确实要进行计算 还有就是要根据 自己对形势的一个判断 如果说 觉得自己这个时候不错 这样和白旗拼命 是不是值得 对 实战是退了 退在这 这个旗形好像不是很好 这眼位 这样的话白旗立下来 但是这样白旗是不是有得了 这有得 这个白旗能冲下来肯定得了 本来刚才我们预算 预估是它完全联络的 对 这个木树和厚薄 都差很多 对 和这个相比 那么白旗得分了 白旗这个地方冲下来得分了 这一间很猛 这一间就属于把自己抛出去了 我不管不顾了 这个脚我不要了 给你拼了 但是你看它这个黑旗的下发 冲了之后再一次 它这是在灭眼吗 应该也不亏 反正它觉得 然后这边飞过来 这个地方它是算它活了是吧 这上面有虎先生 这有只眼 意思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 我如果白旗现在走这个 走不着了 我就坐活了 因为走着 好像底下白黑旗不活 这点完意思就死 它就等于这个地方 等于我们看白旗有个后门 那么这个地方 现在黑旗可以走掉 没有后门 但是这有个后门 可能这有个头 暂时黑旗如果动手的话 肯定是杀不了白旗的 所以它这个旗 它先从这边飞出来 如果白旗是要来这里杀的话 黑旗虎一个 这里有眼 就比如说白旗 这里点吧 你得冲这个旗 我感觉 我冲 我冲的话 你如果团 我再打吧 对 就是说底下你能杀我 但是我上面虎完 可以做个眼 这两个子我不要 这两个子不要 我可以做只眼 就暂时的话 黑旗这里是活 但白的也能活 就黑旗要活的话 可能就是 梁子就给白旗了 对对对 不能分段白旗了 那白旗应该也是安全的 白旗是安全的 但黑旗就是它的意思 你看我先从这飞出来 如果我这个地方 全都给你封住了 通过和你这进行作战 这全封住了 那我一动手 这里没有联络 你就危险 然后白旗从这尝尝 哇 这旗 激烈了 这个旗确实 尝出来 是我一直特别想下的一首旗 就是 为什么歇一鸣这样走 就是我们看 其实你不管白旗走什么 黑旗其实这一步旗特别舒服 我觉得 就走完之后 这儿的味道彻底都没有了 对 然后这个地方 吃完以后 你可能这里 你像出头也不易 是 所以这步旗也很大 这个对后包影响非常大 对 但是这样就很乱了 这个大家扭杀在一起 对 这个图 现在好像才 我觉得是正式进入了胜夫的场 胜夫场 前面 前面都是摆摆架势 是吧 对 先互相试探一下 总是最后要有战斗来解决的 为什么老师卡住呢 好了 这个旗 长 跳 穿这个 穿这个 最终还是比力量 这个地方 黑棋是不是下错了 王尔老师 他这是直接粘了一个 粘被白棋挡 那黑 白棋这里不是有个后门吗 这为什么不爬掉呢 爬的话再挡 对 对啊 等于先手分断了 是啊 那这样不是断的吗 我损了 损了两目起 还不到两目起 就全死了 我损了两目 但是你挡完之后 不不 你现在怎么着 我沾这个 我挡住啊 你挡住我不是可以挤吗 你挤我粒啊 你粒啊 神之一手 粒是好手啊 这个最近在看齐魂 粒是好手 这个高 没看见粒 是不是没看见粒啊 没注意粒 因为这个一紧 就第一感觉的一紧 其实也 你吃我 打吃一下 你如果走这边 我打了一下冲 也可以 你尖我也是弯 哎呀 我应该拷你一下 这个地方 又拷我 我肯定没看出来 我应该拷你一下 我肯定没看出来 有粒一个的好手 因为走这里的话 你搬这边不入气 不是 你走这样 我直接就搬回去了 对 我说这个打不入气啊 那你粒好 我有可能没看见 有可能失误了 这个好像是 是不是失误了 这个 这等于白旗 这多了个后门 那白旗可就 这个后门 这个后门 那白的已经火了 嗯 可能是不是要先爬一下 爬一下 但是确实是亏了一点 木树亏了一点 木树亏的非常有限 就是现在你六目 爬一下你八目 亏两目 但是我这 木树如果我有搬 其实我木树还便宜了 这个白旗 对 怎么都应该先爬一下 对 爬一下没变化吧 没变化 你冲的话就自己就弃了 对没变化 没变化 嗯 这里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小失误 小失误 但是可能 吴云铭觉得反正 他觉得你这个两个 又是单关 我把这两个 如果给你吃了的话 但是这个 这种失误呢 不是那种很致命的失误 是吧 还好 对 就是还好吧 就是如果说是 不想杀这块旗的时候 肯定就是一个小失误了 想杀的时候 可能就致命了 擦一手旗 就擦一手旗 那现在他就脱先了 他等于压这个了 他也不威胁你了 嗯 然后白的搬过 这样的话就双方 和平解决了 嗯 就等于搬完以后 应该跟这个也差不多 因为他跟他粘了 一个白旗下哪了 挡住了 哦 对 挡住 然后贴 然后搬过了 那就和平解决了 和平解决 那这样的看来 这个也 还好 还好 但肯定也亏了 就是木树也不会便宜的 点 刺一下 然后靠 从这冲击了 这棋感觉还是很漫长 是吧 这个我本来以为 就是黑旗如果在这冲击好了 这黑旗这不棋 其实有没有可能吃一个 把那个一手 对一手抱掉 一手抱掉 太重了 这个地方他等于他回不去 对 那我抱掉之后 你这个地方 你是不得做活 做活我得冲击你 会不会好一点 那可能 可能我觉得 这个吴一鸣可能想 他的想法是想要缠绕一下 对 想缠绕一下 把这块旗呢 也把它弓起来 嗯 但是黑旗呢 这个还挺巧妙的 等于把两块旗给连起来了 嗯 他这两个挺巧妙的 嗯 但是还是这个失误 这个失误 还是有点失误 嗯 这个难免的 这一盘旗这么多手术 不出现失误 那你无敌了 世界无敌了 是 靠过来 现在他冲击这个呀 冲击这个我们看 你要小心这个地方 对 要小心 这个地方要小心 这个关键是 现在因为他联络之后啊 嗯 这条线 嗯 这边黑旗还有一个夹缝 嗯 但是中间其实这个联络 也有点 应该是有点问题 有点薄 应该是有点问题 所以要小心 黑旗要小心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 为什么老强调这个厚薄问题 嗯 有时候厚薄感觉比木树还重要 就是说这个你一薄的话 你到处欠占 对 有可能就损失要比木树要大 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不吃 特别特别带劲 看见 实际上白都把这个 这个口给你封住 嗯 这个口给你封住 嗯 然后黑旗 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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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没看 它就是没看见 是吧 就是没看见 这个 这个 谢女王还是基本功很扎实 谢女王 啊 是 是 是吧 这个对 得到了你的 赞学 这个 应该是我们小模拟没看见这个例 对 嗯 这个 这个基本功扎实 嗯 扳住了 不能再冲击了 白旗已经都联络了 嗯 现在就要收关了 这个旗 就进入关子了 嗯 飞一个 还是有断点吗 这个地方 这个怎么像要 为什么飞一下又 围会 又走回来 它 它是要看着黑旗有断点吗 这旗 好像没有断点 它这次是身手 虎了 这步骑 那你飞一个是 对 它可能 什么意思 也不亏吧 它反正现在你骑行也不好找 你骑行怎么找 你骑行 我能冲回去吗 你冲回去 可以啊 不行 又上当 这边可以冲 你冲回去 这个冲中计了 中计了 所以这个 先飞一下有道理 先飞一下是有道理 但黑的其实就退吧 对 但是关键是白的 这个旗形是好 可是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 它是并在这儿的 它并在这儿的是吧 它这么补 它这么补 这么补住了 然后黑旗也是单长 补住了 补住 那也不亏 它是非不亏 不亏 你想等于你补一个本来白黑的 如果煎一个 你点一下也不亏 而且你要单飞的话 它可能补也 不见得会尖着补 对 它可能会尖在这儿 然后这一带 是不是还有点什么味道 对 你现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一靠什么的 说不定能吃点 白旗 是不是 白旗应该是要往这儿来 不 它虎这个 它肯定是看到这儿得有东西 没错 现在就是靠下来了 肯定是这儿有东西 现在就是靠下来了 它要不然不会虎这个 因为虎跟这一场交换 其实还是很亏的 这是什么状态 这个气 能往上贴吗 往上贴 它就是贴上去的 就是贴上去的 就是贴上去的 贴上去是最强的 贴上去的最强的 就是你如果要定的话 它打了打下来 你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黑旗活有可能能活 但是 你吃它打 提掉 打结 你就立什么 对 我看能立吗 我就立下来 就立 就立我断了呢 这气 断了 我就打了贴呢 冲吃 你 这什么情况 转换了 你打吧 我打掉 我成 我给你 转换 我弄你这个 那边 那边不活 这边黑旗是死了 但我这是不是 还有笔气的可能 有没有冲断 有冲断吧 有笔气的可能 有笔气的可能 你要是补 那你这应该死了 这应该大吧 那边大 这边大 这个你就比划一下 就能感觉了 这个比较须目多 这都是杆子 这边大 感觉这样也可以 也可以 可以吧 吃到也行 但是黑旗 如果能够贴上去 那当然效率更高 是 贴肯定第一感 就是先上去 这个再说 小蒙女士不手软 继续贴 这个贴 白旗主要打了挡黑的 冲完是不是 还是这个转换 就是白旗 你看现在要不 你如果说连回去 那么拐 那就没有什么意义 对吧 还是贴下去的 那就找 那这冲了一袜 这个白旗 这边能火吗 就是是个疑问 冲如果吃 它一袜 吃你是不是还吃了铺 是的 还吃了铺 那我还不能吃 你吃这个 我吃了铺 你好像不活 是吧 白旗不活 它是 尖这个 嗯 尖这个 沾 那就还是转换 那头对还是转换 这个气 就如果说这个要 那他干嘛不挖呀 是不是挖也可以啊 他单沾 挖我团 我气的关系 挖我团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 嗯 那沾了好 嗯 沾了好 沾的话 给自己留一些余地 沾了 他 如果还是团的话 他是不是就这样 我还是和刚才那个图 应该大同小异吧 王老师 我感觉还是这个 嗯 走完之后呢 我把这个 把这个冲过来啊 嗯 这样的话 如果你这边 你就算你能活 假设你能活 或者你弄个打结活 就这边 你连弯下来弄个打结活 我这个地方还有冲断 嗯 这个我怎么感觉 西里敏同志突然就 这个旗白的本来 要不这么 不这么丧 他这旗不好吗 我 哎 就是这么进行的 这个旗 嗯 这白的如果就简简单 就是靠去低杆 我也是靠下来 但是好像不成立 想要追究一下 对想追究不便宜 如果是这样 就这样简单的定型 这个时候肯定是独秒了 我觉得 独秒了 是吧 一个是独秒了 另外 呃 也想冲击一下吧 十二 是不是不够 十二 四十 点点空 五十 这时候的下法 又是独秒了 又是要根据基于这个形式判断 如果形式判断 形式不错的话 那么可以下的稍微的平稳一点 如果说形式不是很有力 那肯定要下的积极 木树确实是黑棋好 黑棋好 黑棋木树好 那可能是一个 在形式判断下 觉得需要冲击一下 嗯 放一下生服手 确实 但是你看关键时刻 吴一鸣也不手软啊 吓得也是最强的 这个我感觉白棋不行了 对 突然就不行了 嗯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也挺矛盾的 你如果说就平稳收官 人家就叫安乐死 对吧 但是你有时候冲上去 放生服手了 有可能就突然死 对 猝死 猝死 这个我觉得 这个生服手放的有点 不是很理智啊 这个棋 两难 这个棋 我感觉 我们的吴一鸣又施魔法了吧 我们又施展魔法了 你说 你说如果是你的话 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是冷静一下 再是过关 冷静一下 或者你先等一等 你先这边先交换 你把这块先做活了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放生服手啊 还有什么翻盘 这那也是技术活 技术活 那肯定技术活 有的时候老说 说他老减勺老什么 其实那个不仅仅是一个 运气的问题 对 水平 就没减 打勺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运气的问题 那绝对是水平的问题 别说强者运强 确实是有道理的 就是打勺这件事情 我们不要觉得 自己怎么又打勺输了 这期我本来多少 就是绝对不要老说 就是把这个本来挂在嘴上 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没有本来的这个事情 冲 现在的话 现在的话 就是白旗这边 现在这边白旗死活问题 得看 就是你如果 一个打结活 至少是有个打结 有个打结 但是黑旗这结才太多了 这里有个冲断 冲断 你这个打了冲 你看这个地方 你冲断 我冲断你这个 等一下 看看 我这个打了冲 是什么情况 你打了冲 我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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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冲这个 这个旗 这边好像是没有旗 它联络的是吧 它联络 但是黑的全是结材 就我这结材一对 就我是不是 这边对到黑旗 白旗倒是不怕 对白旗这边是不怕 白旗这里是可以联回来的 对 但是这边如果你弄个打结 不行 你弄个静活就行 你弄个静活 那黑在这死 因为如果纯转换的话 这个是 那不成比例的 不成比例 白旗死的多 对 死的多太多了 那么就是说 白旗如果利用这个结 结征再获取多少利益 可以 我这期能不能 签几个 能不能签几个 你如果沾的话再重断 对 有没有先写 好手啊 妙手多呀 妙手 妙手是你多 妙真多 妙手确实是你多 妙可兰多 好像有过这个东西 确实是 好奇 是不是好奇 你现在沾上我冲断 你要这个 你走这个 我看 这个地方我还要 还有妙手 你得冲断我 对吧 我提掉 然后呢 你得冲回来 那底下我气 眼是没有 但是我好像 可以给你来个 来个这 然后你扳 从那边断 我再冲 你可以啊 你这秒算啊 然后再扑 这个职业使手太厉害了 再扑 这个完了之后 再一段 接不归 这个棋有没有 这样的话 这个结材没法看了 对啊 不管它有没有 不管它有没有 这个结材 对 结材是太多了 太多了 而且可能 这有可能出棋了 这个棋得看 能不能看见这部挤 这个小模拟 这部挤是吧 挤这个 挤里边 刚才我们直接冲断 人家这个是 打了冲 打了冲不行 对 有个单挤的号手 对 单挤的号手 挤在里边 你说这个棋 好棋 它有先冲吗 好棋 我们先看看实战 搬下来 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棋 没有打结 对啊 这个棋为什么不打结 它觉得够了 不是 他觉得这是能净杀 应该是 够了应该不能够 就都死了 不 对啊 就是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不 这 就是可以净杀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就已经够净杀了 不能吧 这太拼了 我觉得 然后再搬过 打结不是稳稳的吗 打结完了这边找结材 不就行了吗 这个棋 我这结材还能输吗 这能看得清啊 这个棋 这反正我看不清 我不知道小模拟能不能看清 反正我是看不清 而且这个肯定是独秒 一分钟就恰绝断了 就不给你来 不给你开结 直接 净杀 这个太猛了 这个太猛了 这个真的 这太猛了 这打结稳稳的 这个棋 说实话 这块棋 打这个结 这边找结就OK了 这个棋 就是刚才这一冲断 对 哪怕没看到棋 没看到棋 冲断 打结够了 看看实战吧 这个棋 这关键白的 刺激了 这个棋白的 其实它是挺长的 这个棋 它眼位其实也不少 你别说 现在变得有点 一下变乱了 是吧 其实变得很混乱 白在这里一顶 顶完之后一团 这是不是先手演 就行 就算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算你走掉 那将来你要是不走了 我一拐 这打 你得挤进来 我这打吃 这顶先手 这一冲 这感觉这还有个眼 这个太刺激了 本来我是觉得 已经拿下了 这个棋 这怎么突然 但是你说 如果就这么 真的就 生通活泼了 净吃掉 是不是也是很残酷的 看看实战吧 实战吧 再看实战怎么走的吧 实战是靠了之后搬过 它是这个冲 然后冲这个 然后破眼 就这么硬生生的来破眼 搬这个 然后弯 或者他觉得 都读秒了 我算不清 你也算不清 会不会是这个意思 这 啥呀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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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 斩完了 走 斩这个 这是啥呀 粘上这个 嗯 然后还粘这个 不是 不是那白的刚才粘上 不已经活了吗 这次我觉得 我怎么觉得我已经活了呢 粘你也粘这个是吧 你只能粘这个 对 就是你相当于挤这个和这个粘交换 嗯 现在就是我能不能不挤 我打吃不就活了吗 这些 对呀 这有半只眼呢 对 不是我这提了 我这地方有只眼啊 你要破我这一段 这个截打不动吧 这不是截呀 我不是提这个吗 你得冲我吧 嗯 我打吃你提 我打吃先生 我粘上你不就 不是 这白的粘上 那等于提是一个先手剪 先手眼 先手眼 我这有只眼啊 勺子 不是我白的粘上 这棋已经活了 我宣布白棋已经活了 这个棋 应该单粘 是吧 嗯 就是挤的时候现在单粘 对 这个单粘 这个已经活掉了 这棋 先挤这个 是看不清 读七秒来 看不清 这个 小魔女 这样的话 等于放过了黑棋这个地方啊 对 等于把这个眼 本来先手 对 本来先手眼啊 本来是 现在这边是活不了了 这边现在等于是 刚才我们有这个打式先手 但现在这个打式后手的话 是没有眼的 嗯 那么现在 这个这个一个先手眼 后手眼差别太大了 那这插盘棋 那这个棋 那就是 这个棋 那就是白的就得把这个 这个给它练出来 嗯 看看能不能跟黑的对杀 能不能跟黑的对杀 黑的能不能活 黑的棋 黑的跳住 这个白棋刚才要是活了的话 活了逆转了 就逆转了 因为这个等于这边 对 不只有一挤吗 不 那个你挤 挤它可能它就算退完这个 你收杀器 你固定你也杀不过它有可能 有可能 能不能杀不过它 这个会有很多劫财 对 应该咱们这个地方就算是有劫财了 我觉得 跳 就跳 顶这个 那这个这个不对 这个棋 白棋这个不对 这个像 不是 白棋这个不是 现在再来做眼 白棋现在做眼就是变成后手了 对 现在这有一只后手眼 对 你现在黑的团这个了 对 黑棋团这个 刚才就是如果没有这两个交换 对 你打了提是先手眼 这个 这个 勺子了 这是不是一个失误 失误 失误 就像王王那个时候 你说的可能是都赌秒了 肯定都赌秒了 肯定是都赌秒了 然后 这小魔女 真敢吓 挺敢的 是吧 嗯 而且你发现没有 这个 怎么下怎么有理 但是 什么棋都能赢下来 确实你是对手失误了 这一几 这一几 这一几场这边已经被撤掉了 这边没有眼 对 对于本来是 其实正常是应该是打结啥的 本来正常搬下来 打 对 你搬下来打结 打结是正常分寸 对 所以你肯定是没有问题 正常分寸 但是黑棋的下巴就是要净吃你 一鼓作气 对 净吃的过程中 其实白棋是能活的 白棋能活 本来黑棋下的有点过分了 本来活了 但是黑棋 白棋又有这里出现失误 可能也是 估计也是独秒 催俗下 这个 其实挺不难 这个气 说实话 旁观者情 真的有的时候 有时候你看些 有些这个低级失误 你觉得不可思议 是吗 但是就是 就那一瞬间 有时候一瞬间 事后回想一下自己也觉得不可理解 是吧 是 这太厉害了 这后面还下了几步 还下了几步 我们把这几步 就现在胜负已经 胜负一分了 一分 对 没有什么 这个地方黑棋虽然没有活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后手缘 这个地方有一个后手缘 这个棋 问题不大 这个地方黑棋中间是活的 不会产生杀气的问题 这样子冲过来已经活了 活了 然后跳 顶住 这个太强了 这是最后一手 最后一手 对 顶到这儿这个黑棋 小魔女五连胜 五连胜达成 这一波五连胜真是 这个势如破竹啊 这个而且 你看这五盘棋赢的确实是 各种类型的场面都有 对吧 这盘棋也是 其实最后 刚才 如果说白棋走对的话 其实 捏把汗 捏把汗 对 但是确实是 小魔女很强 这盘棋还是 虽然有一些波折 但是最终还是笑到了最后 战胜了这个 谢女王 战胜了他的这个大前辈 谢一敏七段 这个收获了自己的五连胜 那么明天呢也 又该轮到韩国队登场 韩国队现在还成三远大将 崔金 吴佑珍和金彩英 那 全都是世界冠军级的棋 那明天这就精彩了 这个棋 不知道是谁 估计八成金彩英 应该是金彩英 这个80% 从卡维上来说是吧 对 这个 后面呢 我觉得每一个对手 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关口 因为后面越来越强了嘛 确实 其实今天能赢 我觉得能战胜歇一鸣 就已经非常难 今天本来我以为是选这个棋 真是 像施展了魔法一般 对 这是魔法少女 好 再次也是祝贺吴一鸣 并且祝贺中国队 现在是收获了五连胜 是 那么我们中国队五朵金花 还全都 依然是站在这个关口上 是吧 是 好的 那么我们稍作休息 过一会儿我们去看一看 这个王中王的比赛 好的